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度的GDP的数据 那环比呢是下滑了0.2% 不过和之前的一个数据相比呢是有所上调的 现在呢美元的走势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 现在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是上升到了1.1184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5745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上涨到了124.12 现在呢会市关注的消点呢是英镑对于日元的比价 现在上涨到了195.44 那整个的比价呢是一直啊是保持在呢 198.85之下呢进行交易 那同时呢短期来看的话呢 依然呢会在一个呢小窄幅当中呢 呈现一定程度呢牛市的一个上涨的态势 未来呢如果呢能够看到进一步的保持在 195之上进行交易的话 可能会首先达到196.5之后上升到197.25 当然如果比价呢出现了再次的下滑并且跌破呢 195.85的话就可能会下滑到195之后呢 进一步的滑落到194.6甚至194.4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在周三的交易状况是承压下滑的 那黄金的价格现在下降到了每盎司1172.10美元 那整个金价的走势是进入了一个负面的轨道当中 那50小时的均线呢也是呢进一步的向下 而且形成了新的压力线 如果呢金价呢是维持在每盎司1182.50美元之下的话 可能会首先滑落到每盎司1169美元之后 现在到每盎司1162.50美元 当然如果金价呢有新一轮的上涨并且呢突破呢 每盎司1182.50美元的话 就会恢复到每盎司1188美元之后上涨到 每盎司1194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每盎司15.82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Trading三潮 财经电视